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陆总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呢是关于镜霜的60天实测 60天实测 那么我使用的这款镜霜呢 就是贝明家这款 Edge Less抗老镜霜 为了测评这款镜霜的使用效果呢 在60天里面我就早晚在进步做补水 然后直接上这款镜霜 没有上任何的精华 那镜闻是否减少了呢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那就看下去吧 从1月初呢到现在我已经使用这款镜霜呢超过了60天 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效果对比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些我的心理路程和使用这款镜霜的一些感受 首先我的镜纹为什么那么深 我觉得我可以出一期叫做火鸡薄的养成日记 我总结了一共三点 导致我的镜纹为什么这么深 希望用我的血泪教训可以警醒还年轻的姐妹们 第一点缺乏平时保养 洗脸的时候呢不洗脖子 脸部做防晒的时候呢脖子不做防晒 即使涂了的话也是涂在前脖子后面的脖子就不管了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那么请扣1 让我看看有多少姐妹是跟我一样的 脸部做保养的时候一样也不差 补水精华面霜等等等等 但是脖子却一样都不涂 即使涂了呢也只是涂到这个脖子的末端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请扣2 让我看看有多少姐妹跟我是一样的 其实呢脖子涂这种保养的时候不仅要涂到末端 甚至要延长到你的锁骨 甚至到你的乳沟 第二点光荣的低头足 上学的时候呢老师在上面讲课 我们在下面低头玩手机 工作了之后老板在隔壁工作 我们在隔壁低头玩手机 然后下了班回到家 父母还有老公在厨房做饭 我们在客厅低头玩手机 即使到餐厅去点餐 点完餐之后我们还是在那儿低头玩手机 从此之后呢我们就非常光荣的成为了低头足 经常低着头呢对我们的这个静纹加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点甩不掉的肉脂肪 自从上初中之后呢我的体重就没下过100斤 随着我的体重增加呢 我的这个静下的脂肪厚度也逐渐增加 形成了脂肪型静纹 当然呢除了以上的这三点呢 还有年龄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加自然衰老也在所难免 所以我从来都不把自己的静纹跟比我年轻的girl们比 我都是跟我同龄的比 那我也是深静纹中的佼佼者 第二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买专门的静霜产品 我是从去年才开始认真学习化妆还有护肤的 然后每次上完粉底之后会发现我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黑 静纹为什么那么深 我就觉得我的脖子甚至比我的脸要黑不止一个度 然后才发现原来我的脖子已经不是维护的问题了 已经是需要修复了 既然是修复呢 那我就觉得对症下药就要买专门能够减少静纹的这种静霜产品 然后呢在买之前呢我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 最后呢我选择了这个贝鸣这个品牌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牌的产品都非常的天然 然后很安全 对皮肤的刺激很少 然后非常的温和 贝鸣的这款静霜呢 这一大罐是52道 其实52道不便宜 但是我觉得既然期待它真的有作用 那么我觉得割一点点肉是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说回到这款静霜 这款静霜呢主打的是植物食黄唇 那么他们宣传的是植物食黄唇和普通食黄唇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普通食黄唇呢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的 那么他们这款静霜呢是希望用植物食黄唇在不刺激皮肤的情况下呢 来减少这个静纹 然后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款静霜的这个质地 它里面这个有一个小盖子 那现在这里面我只用剩下了这一点点 这款静霜呢它的质地就是刚打开的时候就是那种绵密 然后那种慕斯之地的 我到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担心它会不会是那种很厚重不好推开 但是上两个之后发现真的非常好推开 而且一点都不厚重 而且味道非常好闻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就是甜甜的冰淇淋的味道 然后它也非常好的吸收 很快就吸收了 然后涂完之后呢也不会那种绵密感 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家这款这个静霜它的保湿力度的话 我觉得一般不是让我想象中的那个保湿力度特别好 如果是冬天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在上面再涂一款 就是保湿一点的静霜 但是夏天的话就绝对够用了 夏天的话保湿力度特别够 刚上到身上的 刚上到进步的时候呢 感觉到冰冰凉凉了 就是特别的舒爽 然后也非常好推开 真的非常喜欢 我真 其实我更加迷恋他们家这个味道 就是小时候那种冰淇淋的味道 但是涂开了之后呢这个味道就没有了 在使用这款静霜第三天的时候 我发现了搓泥的状况 然后呢我之后当天晚上尝试了在脖子上去搅置 然后补水 然后发现在上这款静霜的时候就没有再出现搓泥的状况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好搅置 然后补好水上这款静霜的效果会更加好 在刚开始使用这款静霜的前两周呢 对于这种比较深的静纹呢 我没有发现任何改变 因为我当时就是特别在意这三条特别深的静纹 然后说实话我当时挺失望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又交了智商税了 但是呢我就想说哎五十多刀 我又不舍得扔 所以我就想说接着擦下去吧 继续又擦了两周之后呢 我就感觉到自己脖子上的皮肤发生了改变 变得更加柔软然后更加紧致 而且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 除了这三条特别深的静纹以外 我能明显感觉到就是这种末端的 比较小比较浅的这种静纹呢 有了很多的改善 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那么我都觉得我自己的脖子最主要是比之前变白变亮了 因为我觉得变白变亮的话 可以同时减少这个静纹的这个明显度 可以让这个静纹显得就不那么明显了 而且比如说我现在擦过了分底之后 明显感觉到这个我脸和脖子 就是没有差特别大的色差 以前的话就是我如果脸上涂完分底之后 脖子会显得黑不止一个度 甚至可能两个度 总结下来呢 如果是想改变 甚至想去掉这种比较深的静纹呢 光凭这种擦静霜完全是天方夜谈 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是想去掉这种特别深的静纹的话 可以考虑去一些正规的医美医院 去做一些医美项目 然后来去掉它 但是呢 对于这种比较小比较浅的静纹呢 我觉得这个静霜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虽然呢这次静霜实测呢 我脖子上的纹路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但是呢我就养成了很多很好的习惯 比如说每天洗脸的时候呢 我会记得洗脖子 然后呢脖子也会定期的去角质 然后每天会补水呀 然后涂一些涂 保险品还会涂防晒 然后在涂完保险品之后呢 我也会做用手部做这种按摩 然后呢同时也会用刮纱板做一些按摩 然后呢每天呢 如果要是低头时间长了的时候 我会提醒自己抬头 然后呢让撑拉脖子 虽然呢静纹是不可逆的 但是我们可以让它变得不会更糟 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评论转发 记得给我一个大大的关注和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